YOU! 我不是你的心灵导师 我是你的聆听者 旧导族 自从上一次同居的话题之后呢 很多人继续DM我其他的问题啦 而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呢就是 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呢就是 我觉得听到这三个字的话呢 肯定会非常的紧张啊 我到底要带什么礼物啊 我要做什么准备之类的 这些都是没有一个完完全全对的方式的 再加上呢现在已经接近要过新年了所以呢 肯定很多人开始担心这个问题 对了 就MCO了咯 应该都不用拜年了嘛 OK 谢谢今天啊 大家看这个影片啊 XX没有啦 你们还是可以先 Safe下这个影片 或者是先听一听 看看呢 以后有没有帮助到你啦 那我以个人的经验来说的话 哎呦 为什么当时候 没有遇到巷子的一个影片 没有人搅我了 你懂吗 那时候我只能说我整个人插塞到 怕死了 所以呢 总结我过去的经验 还有我一些观察之后呢 我大概列出了五个点呢 肯定没有人跟你分享过 见家长必须要注意或者准备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呢 你一定要空肚子 对方的爸爸妈妈一听到自己的儿子啊 或者是女儿啊 要带另外一半回来的时候 肯定想要细心准备一个丰富的晚餐的 这样子才不会亏待嘛 对不对 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如果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一点饱了 你去到那边 你吃不完的话 又会浪费了爸爸妈妈的或者未来岳父岳母的这个心思 可是如果你硬撑的话 也看得出来自己也辛苦 所以最好的就是空肚子去 如果到时候真的吃不饱 之后才打算哦 而第二个点呢 你要练习握手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因为很多人呢可能只是说 有点尴尬你懂吗 因为其实见家长的时候啦 不管是你啦 还是对方的爸爸妈妈 内心都是来很紧张的 你不要以为只有你紧张 对方的爸爸妈妈也是很紧张 而如果只是说一个Hello的话 无法抵消那个紧张你懂吗 一定要有一点肢体的接触之后啊 感觉好像给彼此之间有一个鼓励这样子 才可以让这个整个心啊稍微的定一点点 所以handshake是很重要 可是呢 到底用哪一种方式也是非常的关键的哦 你必须要在之前呢 先跟你的另外一半 先问一下呢 到底他的爸爸妈妈是一个怎样的人 如果他是一个hiphop的爸爸妈妈的话 你可能过去的时候 Hello uncle auntie 可是如果对方的爸爸妈妈是比较正经的话 你可能就不能这么多pattern咯 Hello uncle auntie 可是呢不管什么样的pattern都好啦 你都一定要确保你的手掌 是没有流汗的 要不然的话 你handshake出来之后啊 对方的爸爸妈妈的手就 哈哈哈 请坐请坐 靠五分 接下来呢就是第三个point 要练习笑容 当你紧张的时候呢 你以为你自己笑得很灿烂很可爱 可是结果你是笑得很可怕 哈哈哈哈 Hello uncle auntie 你好你好 啊我叫Joe 你看极可怕 可是这个也不能怪你啦 因为当人紧张的时候呢 就会做出一些非常反常的东西的 所以你一定要不断的去练习 练习到他呢 已经是滚瓜烂熟一个百分之三百 或者百分之两百 那当你紧张扣分的时候呢 at least你还有一个百分之一百百分之八十 还不至于去到很奇怪的一个笑容啦 对不对 接下来第四个point 千万不要乱叫 尤其是如果真的你要去到对方的家拜年啊之类的 然后对方是一个大家族 有很多的亲朋戚友 其实你根本都不懂哪一个是哪一个 那如果你只是叫做同辈籍的都还好 类似说你把对方的阿姨叫成是妈妈还好 可是如果你把对方的姐姐叫成是妈妈这样子 啊 哈啰 阿姨 Oh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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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分 那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呢 就应该先含羞大大的 或者是还是有礼貌性的 微笑 Headshake 然后呢再望一望你的另外一半 就是有一点求救 啊 请问这位是something like that 那你的另外一半要sick boo 当你的另外一半说 啊 这个是我爸爸妈妈 或者这个是我的姐姐 啊 这个时候你就啊 幸好你自己没有乱叫 你就啊 哈啰姐姐 哇 很美耶你 啊 所以记得啊 不要乱叫哦 最后一个point呢 哈 这个就非常的关键 而且呢 非常的耗时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情 你不单止在见家长的时候要做 你平时也要做 就是呢 在外 对所有的人 尤其是长辈 都要非常的好 尤其是陌生人 因为你不知道 有可能 你今天跟他吵架的那个uncle或ante 其实是你另外一半的爸爸或妈妈 那不管如何呢 见家长呢 都是会紧张的啦 我相信对方的家长呢 都会非常的亮解你的 所以不要太过在意呢 第一次见家长的那个表现 会觉得说 哎呦 死了 我这一次表现不好 哎呦 以后如果过门的话 他肯定会虐待我啦 不用那么的夸张的 尽量的淡定一点点 表现得自然一点点 做回自己 你要知道 如果当你非常紧张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人可以帮你 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紧握他的双手 让他知道说你是紧张的 他会安抚你的 好吧 那就希望大家 拥有一个很好的见家长的回忆吧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 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再见